早上好呀宝子们 早上六点多你们是不是还没起呀 我婆婆说她想和我做饭我说我做 收拾利索了一会拆被旧布叠起来了 开窗户吸一下新鲜空气 昨天买的门帘子有点长了我早上起来捡一点 不然关门碍事 正好了 去小菜园摘点新鲜蔬菜 昨天还不能吃的黄瓜一夜之间就成年了 婆婆又割了点韭菜一会烙馅饼 我是最不喜欢和面的 有了这玩意还愿意做面食了 一分钟不到就能把面和上 再煮个小米粥 一颗黑米 再煮个五香茶叶蛋 鸡蛋一定轻轻放 裂了就煮爆了 煮熟 煮熟 再给我家女士焖个金燕耳 加开水焖烧杯四十分钟就能吃 鸡蛋煮了五六分钟敲碎 再加点盐和老抽煮分钟 焖着时间越长越好 外加几滴白醋说是口感好 再张两个茄子凉拌 这韭菜真好呀 鸡蛋一定凉了以后再加韭菜哈 面很软不用擀 炫炫炫 喊炫炫 enchat 不要煮 overlap 全程最大火不用翻面四分钟一锅 韭菜馅皮熟馅就熟了 煮熟gus 煮熟 煮熟 刚才手机没电了 茄子加香菜蒜末小米辣味极鲜